我们依主耶稣永恒的平安问候,每一位并心喜利将今天的圣言带给我们许多尊敬的听众和兄弟们。 同样对我们亲爱的听众来说,在《西伯来书》第十章第37-38节中清楚地找到了这一点。 上帝的话语文本向我们展示了以下理解,因为只有一点点时间,那将要来的就来,且不持盐。 将要来的将来不会持盐。 而且,但我的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不喜悦那退缩的人。 理解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深刻的预言时期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真正的信仰。 这个时期被恰当地描述为一个时代的结束,我们可以自信地谈论一个圣经时代,这个时代在历史和圣经上都被精确地描述。 作为第三个时代,这个时代与教会的重要时期密切相关,这个时期显然正在结束,现在圣经对此非常清楚。 只要再等一会儿,再等一点时间,对我们来说就更接近了,比那些在我们之前一百年,一千年两千年前生活的人更接近。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一点点时间是一个。 所有的预言都在这段一长短暂的时间内得到了最终实现,标志着末日的绝对终结和教会的最终,绝对的最后时期。 一个短暂的时间,间隔暂时,先于即将到来的事情与未来和迫在眉睫的事件密切相关。 在那一瞬间,主耶税将毫无疑问地为他所爱和忠诚的教会降临,正如他充满爱意的承诺的那样要简短。 吕安赞是启示录中的一个词,提到了七处讨论这个预言时期的段落。 在这个时间里,所有的预言都得到了实现,没有留下任何进一步预言的空间,正如清楚地写着的。 不要停止从这话语,来自这本书的预言,因为时候已经临近。 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而且我们询问,但我们将如何生活? 答案是清晰而毫不含糊的,文本在其意义上是绝对确定和完整的。 这意味着正义的人将凭借信仰生活,所以没有公正的人,有的是正义的人,那些已经被认为正义的人。 所以,我们接受,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所有宽恕,我们不是正义的。 但我们已经被认为正义,我们相信这就熟的信仰,那主耶稣放在我们心中的信仰通过圣灵。 我们现在不能退缩,因为人类,在我们目前所处的时刻,周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面临着无数艰巨的挑战。 他遇到各种失恋,不能退缩。 这段文字提醒我们,我的灵魂,不喜悦那些退缩的人。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下去,因为一人将凭信仰而生。 我们不能退缩,因为上帝在我们生活中无尽的喜乐坚定第一赖于我们坚定不移的忠诚。 对于他所赐于我们的,那是最大的祝福,人的生命得救。 而永生在主耶稣里,虽然文本有点长,我想回到特定的经文。 我指的是第37节,我将重复,因为很快,在短时间内,所应许的将会来临。 主不会延迟,而经文如新。 现在不是退缩的时候,现在是前进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时间比许多人想象的要进得多。 它进了因为整个神圣计划。 每一个时代都已经完成,恩典之门随时都可能关闭。 然而,我们讨论的不是一个已经关闭,货币然会关闭,而是一个可能还会关闭的门。 然而,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个对所有愿意,在这个关键时刻为计划打开自己心扉的人,仍然敞开的门, 为了就赎合在耶稣基督里的永生。 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的家人都将得救。 愿上帝祝福你们,我们所有人,愿主的平安。